有一個曾俊興日前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 第一場在法國網球公開賽的會內賽 不過很可惜 咱們的夜市球王 在跟葡萄牙老將SOSA 歷經了四個半小時的五盤大戰之後 是以二比三敗下陣來 但是曾俊興賽後並不氣餒 表示這是非常好的經驗 上週在法網會外賽一盤衛師連過三關 讓他的世界排名上升一席 來到了生涯新高的一百零九名 而在法網旅程結束之後 曾俊興並不急著轉戰草地 而是要繼續在擅長的紅土戰場 賺取積分 因為草地的整個打法 然後在場上的移動又是完全不一樣 跟紅土跟印第是 就是完全不一樣 要做蠻多的調整 跟溫布敦這次比賽可能也沒有積分了 所以草地賽是可能就只會打一個溫布敦 畢竟包括法網在內的四場比賽 今年賽季曾俊興在紅土戰場取得二十勝五敗的夾擊 接下來有機會持續朝著世界排名前百做衝刺 而夜市球王也透露在七月的溫網結束之後 預計會回到臺灣休息一陣子 也期待屆時我們能看到曾俊興帶著更多的好消息 平安歸國 回來體育台採訪報導